中共舆论造势要对美国大豆争税,并称美国将自食恶果,扬言不惜中美贸易归零,也跟美国生死对决。 对此,美国商务部长赴华谈判前披露了川普的想法,对大豆争税,贸易归零之对美国有利,打贸易战中共死亡的风险比美国大得多。 北京时间5月3日至4日,美方代表团将访华谈判。 在登基赴北京的几个小时前,美方代表团重量级人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了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采访。 罗斯在采访中暗示,川普不会再容忍中共的邪恶。 他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白现在就是行动的最好时机。 中美赤字过于巨大,时间也过于长久,就像慢性疾病一样折磨美国,而且是由邪恶行为激发的。 在评论中共对贸易战的报复手段时,罗斯谈到了川普的两点看法,并表示自己也认同这些看法。 第一点看法,美国是遭受商业巨额赤字的一方,这意味着在关税战的最后,中方输掉的要比美方多得多。 罗斯强调,我们现在不是打算要自杀。 我们不想让他中共和美国死。 但事实是,如果贸易战继续,他们死亡的危险比我们要大。 罗斯在这里罕见地提到了死,这似乎是在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共不公正贸易行为对美国经济已经形成致命的威胁,同时也在警告,美国可能将已摧毁中共的决心赢得贸易战胜利。 虽然川普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否认要跟中共打贸易战,但其一系列的强硬措施似乎显示,美国并不惧怕贸易战。 中共党媒不断制造舆论,称美方在班时候砸自己的脚,将自食恶果,并煽动要跟美国一决生死。 川普这点看法,似乎是在回应中共舆论造势。 目前中国民众对贸易战态度不一,高层有人担心会伤及自己利益,中下层则有人希望及此打破中共贸易壁垒,享受到廉价制优的外国产品,底层部分民众,以及遭受中共破坏的人们,更希望美国一举摧毁中共政权,让中国社会有机会获得自由公正的心声。 当然,也有民众被中共煽动的爱国情绪裹挟,要勒紧裤腰带,跟美国生死决斗。 罗斯谈到川普的第二点看法是,中共对美国大豆征税只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中共不再购买任何加税的美国产品,只会对美国有利。 他解释说,如果中共不从美国购买低价大豆,那只能想办法从其他国家抢购补充,这种人为造成的供应紧缺,会增加进口大豆的价格。 而全世界大豆需求是相对固定的,中共不买美国大豆,美国可以销售给其他出现供应紧缺的国家。 美国去年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总价值120亿美元,占了美国出口大豆总量的61%,中国大豆总需求的30%。 中共一直在造势要对美国大豆征税。此举将主要影响帮助川普赢得大选的农业州。 党媒称,这直接威胁川普的票仓,并称之为中共的杀手锏。 但也有中国专家指,中共此举会得不偿失。 此外,中共党媒还以抛售美国国债相威胁。 但党媒指,美国国债需求强劲,中共抛售只能对美国造成短期影响, 但抛售引起的价格波动,也会给手持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共造成巨大损失。 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今年2月仍在继续大距增持美国国债。 外界分析,中共应对贸易战的策略是边打边退,不断试探川普的底线, 最终目的是争取一个让美方满意,中共损失又降至最低的协议。 美媒称,中共认为川普会与其前任一样容忍中美贸易不公, 他的商人出身会让他更容易达成协议。 但是,川普对中共接连祭出重手, 已经让中共对川普是否争有决心打贸易战产生迷惑。 纽约时报日前消息,中共官员称,此次北京贸易谈判, 北京依然拒绝讨论川普的两大关键要求, 削减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和一致中国制造2015计划。 如果消息属实,似乎显示中共仍然对川普让不抱有希望。 而依照目前贸易战形势,如果这是中共的战略误判, 那将给中共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甚至进一步引发更为严重的危机。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4月29号的文章, 总结了中共目前所使用的十种监控方式。 无论是购物、出行、还是社交媒体, 中国民众都生活在当局巨大监控系统的阴影笼罩之下, 而这种监控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值中共推出所谓的社会信用系统之际。 美国商业内幕的文章说, 中共在建立一个追踪14亿公民的巨大监控系统。 文章总结的十种监控方式包括, 通过脸部识别技术在茫茫人海中抓到目标, 让群聊管理者监听, 强迫公民下载允许政府监控公民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序, 观察人们的网上购物, 警察带着具有脸部识别功能的眼镜, 在火车站安装机器人警察,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抓出乱穿马路者, 随机截停行人检查手机, 追踪社交媒体的贴子并找到用户的家人和位置, 建立预测软体汇总人们的数据, 标出那些当局视为威胁性的人物。 对于这种深入人们购物, 社交媒体和家庭的监控体系, 文章标题形容, 这是一个毛骨悚然的体系。 互联网观察人士骨盒, 他们现在的惩罚措施, 维稳措施,他都是搞猪连式的。 所以他必须找出你和你家人是一个什么关系, 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他会对你的社交媒体进行重点监控。 监控的目的, 就是从你的交往当中查找你的关键词, 社会倾向。 这些照片视频当中, 也许发布者都是无心无意的, 但是日后都可能会成为当局对你治罪的一些证据。 近期中共在微信方面的监控尤其厉害。 最新曝光的消息是, 今年3月,安徽潮湖市纪委通过提取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 来使得谈话对象心理松动, 来所谓的提高调查效率。 对于微信讯息被删除了还能恢复, 许多网民感到震惊, 也再度帮进神经。 微信则回应称, 被删除的聊天记录, 是通过司法取证技术 从手机设备本身的存储系统中恢复的。 微信不留存任何用户的聊天记录, 也不会将用户的任何聊天内容用于大数据分析。 互联网观察人士骨盒表示, 所谓从手机设备本身的存储系统中恢复, 这其实是谎话。 为什么呢? 我的微信当中如果删除了一些东西, 那么在同一个位置上, 假如我覆盖了一封罩群, 那么你过去的信息根本就是查不出来了, 无法恢复的。 但是当局为什么能恢复呢? 第一,是你手机里面有一个备份, 微信的备份。 第二,它这个服务器有同样的备份, 其实它那个恢复只是一个口头的假称而已。 它真正的就是早就从服务器里面调出来。 调出来以后呢, 在手机里面恢复呢, 就实际上就是吓唬你, 欠你, 就是这么回事。 记忆引擎之父杨明远博士说, 科技进步的关键, 是在于要用它来做什么, 目的是什么。 如果拿来运气社会的安全, 来抓公共的对方, 来抓参观, 来发现评估人口, 发现识部, 发现识部的迹象而预测, 我认为这是偏大的好事。 还有那么多的时钟而成, 如果拿来监睁老百姓就是没有用的, 政府它是要去服务人民, 获得人民的支持。 杨明远表示,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社会稳定的本质是要公平正义, 那些要用科技来作恶的政府,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苏联垮台, 说垮就垮, 这是无法控制的。 当民心丧失时, 就是覆水难收。 当我们用科技来对人进行这个程度的监控跟踪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力道引向散的一面, 去监控他们的痛苦, 加于缓解, 他们的疾病加于解释, 他们的忧虑加于化解。 4月27号, 中国陕西米芝县第三中学外爆发血案, 一名男子持匕首袭击学生, 至少造成9名中学生死亡, 10名学生受伤。 杨明远表示, 像这样的悲剧, 如果能用监控科技提前发现并预测, 那该多好。 把科技力量善用到为人民服务上来, 第一责任本应当是政府承担的。 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制裁后, 另一家手机大厂华为也传出涉及违反美国制裁伊朗出口的协议, 遭美司法部调查。 华为有着中共勋方背景, 早就备受外界质疑。 近日, 网传的一份华为内部文件指其长期利用高科技帮助中共监视中国民众, 华为的VCM系统唯一的用户就是中共公安部门。 4月25日,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法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报道指, 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先就制裁伊朗相关问题传唤华为, 随后进行司法调查。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表示, 华为和中共政府的紧密联系带来国安疑虑, 担心华为在他国被广泛使用的手机和网络设备可能替北京从事间谍活动。 之前的4月19日,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发布的美国ICT供应链风险报告指, 中共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中国企业进行商业间谍活动, 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促进政府利益。 报道点名了19家公司, 其中包括中兴、华为、华盛天城、京东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浪潮、联想等。 这些公司或是国有控股、 中国龙头企业或具备国防背景。 从2012年开始, 相关调查机构每年都会向美国国会提供一份报道, 美国ICT供应链中来自中国公司的风险, 华为、中兴年年上榜。 就在华为传出被美国司法调查后, 4月25日晚, 华为在欧洲取消了5亿欧元债券发行。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华为是在这笔债券定价前的几分中突然做出的撤销决定。 投资者说, 华为这样的举动显得不寻常。 也有投资者猜测, 此举与华为在美国受到调查有关。 但华为并没有解释突然取消交易的原因。 今年2月, 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 美国六大情报机构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警告, 警告美国人不要购买华为和中兴智能手机。 近日, 网络流传一天署名为《革命前夜》的文章, 披露了一份华为公司2015年的内部保密资料, 叫做VCM操作指南。 VCM是视频内容管理的简称, 该资料在华为官网上只对华为VCM用户提供下载, 华为VCM系统唯一的用户则是中共公安部门, 是用来培训中共网警的。 文章介绍, 华为的VCM就是对监控视频内容进行实时分析处理并报警, 是中共公安的金顿工程和大数据的一部分, 属于高端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应用。 中共网警使用这种监控系统可以严密监控中国老百姓, 大大提高监控效率。 只要读过这份资料的人, 丝毫不会怀疑华为在中共维稳工程里扮演的角色。 该系统的主要功能为, 一、GIS地图上一个城市区域内的躲个摄像头记录数据的采集, 二、监控视频资料的后期分析处理, 三、可在GIS地图上选定一个城市范围内的躲个摄像头, 构建一个虚拟摄像头组, 轻松完成对某特定目标或车辆的跟踪。 四、人脸和车辆及拍照自动识别黑名单功能, 摄像头发现进入监控区域的对象及自动报警。 五、人工智能分析功能, 包括月线检测、目标大小识别等八种功能。 文章表示, 从华为与中共警方的合作可以判断, 华为并非是一家单纯的通讯公司, 而是被中共完全控制的, 可以在中共的要求下研发任何技术的技术支持公司, 它当然也会为中共军方开发类似的技术。 华为从未上市, 管理架构相当神秘。 其创办人任正非曾是中共军队团职干部, 不久前卸任的董事长孙亚芳, 在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中共国安部从事通信工作, 后来在国安部的安排下于1992年进入华为。 华为被指斥打着民企的中共军队间谍特务机关。 1998年中共公安部打造监控民众的金顿工程后, 华为很快参与建设。 早就由海外媒体披露, 由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导的中共公安部 十多年前建立一个绝密大情报工程, 可监控13亿国民。 这个工程的核心技术, 是在江泽民之子江年恒主导的金顿工程基础之上。 前后历史十年, 花了不低于1万亿人民币, 对所有的电话进行监听, 网路进行监控。 中兴和华为都被指是中共政府背后支持的企业, 高度怀疑在出口产品中安装后门, 替中共从事科技间谍活动, 同时涉嫌向古巴、朝鲜和伊朗等提供技术支持。 2016年, 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份美国获取的中兴绝密文件, 文件详细介绍如何使用空壳公司中转等方式, 躲避美国的出口管制, 一家代号S7的中国公司也有类似做法。 据彭博社报道, 由于华为的前两个英维字母为HW, 在业内使用S7代指华为。 中兴被泄露的内部文件中记录了F7如何绕过美国监管, 偷偷向伊朗出售设备的细节。 这也是此次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华为的起因之一。 这份机密文件或中兴总裁在内的四名高层签名批示同意, 文件详列出口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 古巴五大禁运国的操作情况, 怪不得中兴被逮现场。 美日经济新闻报道, 华为此次受到的指控, 可能比之前中兴受到的制裁性质更严重。 此次FBI对华为的调查属于刑事调查, 意味华为有可能面临额外的刑事处罚, 而之前中兴受到的美国商务部制裁属于行政处罚。 时政评论员李林毅表示, 中兴出卖华为被外界称为狗咬狗, 其所作所为就是中共流氓的做法。 华为其实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它更会伪装。 此次事件, 即使反映了西方对共产政权的极度不信任, 换句话说, 只要中共掌权, 未来被世界各国制裁会越来越多, 中兴, 华为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消息属实, 似乎显示中共仍然对川普让不抱有希望。 而依照目前贸易战形势, 如果这是中共的战略误判, 那将给中共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甚至进一步引发更为严重的危机。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4月29号的文章, 总结了中共目前所使用的十种监控方式。 无论是购物、出行, 还是社交媒体, 中国民众都生活在当局巨大监控系统的阴影笼罩之下, 而这种监控技术的快速发展, 正值中共推出所谓的社会信用系统之际。 美国商业内幕的文章说, 中共在建立一个追踪14亿公民的巨大监控系统。 文章总结的十种监控方式包括, 通过脸部识别技术在茫茫人海中抓到目标, 让群聊管理者监听, 强迫公民下载允许政府监控公民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序, 观察人们的网上购物。 警察戴着具有脸部识别功能的眼镜, 在火车站安装机器人警察, 使用脸部。 但也有中国专家指, 中共此举会得不偿失。 此外, 中共党媒还以抛售美国国债相威胁。 但港媒指, 美国国债需求强劲, 中共抛售只能对美国造成短期影响, 但抛售引起的价格波动, 也会给手持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共造成巨大损失。 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共今年2月仍在继续大举增持美国国债。 外界分析, 中共应对贸易战的策略是边打边退, 不断试探川普的底线, 最终目的是争取一个让美方满意, 中共损失又降至最低的协议。 美媒称, 中共认为川普会与其前任一样容忍中美贸易不公, 他的商人出身会让他更容易达成协议。 但是, 川普对中共接连祭出重手, 已经让中共对川普是否争有决心打贸易战产生迷惑。 纽约时报日前消息, 中共官员称, 此次北京贸易谈判, 北京依然拒绝讨论川普的两大关键要求, 消减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和抑制中国制造2015计划。 海的人们, 更希望美国一举摧毁中共政权, 让中国社会有机会获得自由公正的心声。 当然, 也有民众被中共煽动的爱国情绪裹挟, 要勒紧裤腰带, 跟美国生死决斗。 罗斯谈到川普的第二点看法是, 中共对美国大豆征税只会增加自己的成本, 中共不再购买任何加税的美国产品, 只会对美国有利。 他解释说, 如果中共不从美国购买低价大豆, 那只能想办法从其他国家抢购补充, 这种人为造成的供应紧缺, 会增加进口大豆的价格。 而全世界大豆需求是相对固定的, 中共不买美国大豆, 美国可以销售给其他出现供应紧缺的国家。 美国去年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总价值120亿美元, 占了美国出口大豆总量的61%, 中国大豆总需求的30%。 中共一直在造势要对美国大豆征税。 此举将主要影响帮助川普赢得大选的农业州。 党媒称, 这直接威胁川普的票仓, 并称之为中共的杀手锏后, 中方输掉的要比美方多得多。 罗斯强调, 我们现在不是打算要自杀。 我们不想让他中共和美国死。 但事实是, 如果贸易战继续, 他们死亡的危险比我们要大。 罗斯在这里罕见地提到了死, 这似乎是在表明, 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中共不公正贸易行为对美国经济已经形成失明的威胁, 同时也在警告, 美国可能将以摧毁中共的决心赢得贸易战胜利。 虽然川普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否认要跟中共打贸易战, 但其一系列的强硬措施似乎显示, 美国并不惧怕贸易战。 中共党媒不断制造舆论, 称美方在班时候砸自己的脚,将自食恶果, 并煽动要跟美国一决生死。 川普这点看法, 似乎是在回应中共舆论造势。 目前中国民众对贸易战态度不一, 高层有人担心会伤及自己利益, 中下层则有人希望及此打破中共贸易壁垒, 享受到廉价制优的外国产品, 底层部分民众, 以及遭受中共破, 中共舆论造势要对美国大豆征税, 并称美国将自食恶果, 扬言不惜中美贸易归零, 也跟美国生死对决。 对此, 美国商务部长赴华谈判前披露了川普的想法, 对大豆征税, 贸易归零之对美国有利, 打贸易战中共死亡的风险比美国大得多。 北京时间5月3日至4日, 美方代表团将访华谈判。 在登基赴北京的几个小时前, 美方代表团重量级人物,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了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采访。 罗斯在采访中暗示, 川普不会再容忍中共的邪恶。 他说, 川普总统已经明白现在就是行动的最好时机。 中美赤字过于巨大, 时间也过于长久, 就像慢性疾病一样折磨美国, 而且是由邪恶行为激发的。 在评论中共对贸易战的报复手段时, 罗斯谈到了川普的两点看法, 并表示自己也认同这些看法。 第一点看法, 美国是遭受商业巨额赤字的一方, 这意味着在关税战的最好。